就这个艾勒马斯克开辟了美国金融监管,他能成,我该说当然能成了啊! 你能通过美国的监管,是吧?我当然能成过监管了。 我们自然而然地享受这个成功啊! 艾勒马斯克拿四百多亿搞了一个平台,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可以走这条路。 就这么简单,毛泽坑里取钻石,他做到了,我也能做到,是吧? 如果他失败了呢?就我们什么呀? 那我们也是赢家。 是吧?怎么样? 我们都跟着玩路也不能了。 所有的推特的科技人员,推特的客户一定到我们这儿来。 3.0的区块链正将以我们为开始。 然后呢,我们有限度地开始支付系统,而且能通过美国监管。 他不那么大野心,我们没有四百多亿的五百亿的压力, 没有一年九十亿的成本的压力, 也没有法律压力,没有原罪。 咱在这儿等着。 看着你玩。 你成功了。 哎呀,你是大佬啊! 你大佬!我也可以进门了。 你开了门票,你失败了是吧? 我不去啦! 对吧!就是啊! 这是多好的事啊!